文章来源新少数PA 改革开放40多年 我国形成了德龙系 明天系 复兴系 海航系 联想系 永金系 中植系 三包系 宝能系等28个超级民营资本巨头 总资产超10万亿 这28个超级民营资本集团 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在40年高速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近几年 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 再加上一些集团 违规违纪经营 甚至踩政治红线 这批企业或多或少陷入经营困境 有三分之一破产倒闭或被接管 有的已经爆雷处于经营困境境地 也有少数企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其中的经验教训 值得总结借鉴 一直以来 国内的金融领域 都是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 民营资本都是处在模糊的 非量化的 甚至是颇为隐秘的地位 近些年 民营资本才从不险山 不露水的状态 转而走上台面 当我们意识到 民营资本的力量不可忽视之后 才发觉 他们的体量已足够庞大 三分之一破产倒闭清算 二十八个超级民营资本集团中 已有三分之一破产倒闭或清算被接管 包括明天系 海航系 中植系 永金系 安邦系 华信系 泛海系 德龙系 伊华系等 明天系通过所控制的上市公司 及大量的中间影子持股公司 所持股的金融机构 从此前的30家增加至44家 其中 银行17家 保险9家 证券8家 信托4家 基金3家 期货2家 金融租利1家 截至2016年末 明天系所控股的金融机构资产规模 合计已超过3万亿元 在市场呼风唤雨20余年的明天系 旗下核心风险金融机构正式被接管 2020年7月17日银保间会发布重磅消息 鉴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触发接管条件 为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 信托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银保监会决定 对上述6家机构实施接管 安邦系 安邦保险成立于2004年 依靠销售汽车保险 起家的财险公司 成立之初 主要股东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等世界500强企业 董事长由时任上级集团 董事长的胡茂元兼任 此后 其股权结构几经变更 逐渐由国有控股 转变为民资控股 2014年前后 吴小辉开始出任集团董事长 安邦系所入股的金融机构 除了其主业的保险类似公司之外 大多都是比例不等的银行股权 似乎显示出安邦集团对银行格外偏好 短短12年 从一家初始注册资金5亿元的 名不见精段的小公司 发展到资产将近2万亿元保险集团 总资产规模超过19000亿元 从总资产来看 安邦保险是继人寿平安后的第三大保险集团 2018年2月23日 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 决定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 剥离安邦集团非涉案涉速资产 批准设立大家保险集团 海航系 海航系是持股金融机构数量 仅次于明天系的民营资本集团 这个庞大的资本集团的顶层持股者 早前是海航公会委员会 如今已变更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不过 一如之前隐秘的海航公会委员会的权益详情 从未对外披露过一样 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的权益详情 一样不为外界所知 但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锋 董事长王健 无疑是两位最为重要的人物 海航系几乎对金融领域做了全方位的涉猎 相较于明天系 海航系还缺乏旗舰银行 海航旗下有八家A股上市公司和三家港股公司 海航旗下四大业务分别是 海航机场 海舰工程 海航地产 海航海绵 2017年 海航总资产逾1.5万亿 2021年1月29日 海航集团申请法院对海航集团破产重整 海航将拆分成四个完全独立运营的板块 这四个独立的板块 分别为航空板块 机场板块 金融板块 商业及其他板块 并将各自由新的时空人股东带领前行 相互之间完全独立 泛海系集团业绩大幅下跌 核心企业泛海系控股上市公司泛海股份进入破产重整 作为最早投资金融机构的民营资本代表之一 泛海系卢志强一直致力于打造金融领域的民生系 目前国内带有民生字号的金融机构 无疑不与卢志强有关 他是民生银行的大股东之一 也是民生银行的副董事长 民生银行下属的民生金融租赁 自然也与其有间接关联 同时他还实际控制民生信托 民生证券 民生期货 甚至带有金融特征的民生典当 也是归他所有 唯独保险业的民生人寿 身为发起人 且曾是第一大股东的卢志强 在经历一番与万象系鲁冠球的争夺之后 最终失意退出 永金系2008年4月29日 永金系时控人卫东自杀身亡 其遗双陈金霞成了这个资本家族的舵手 继承人组织退出13家A股上市公司 单纯的回到了PE投资的领域 华信系 华信系以华信汇通集团为上层控股公司 以大连华信信托为中枢纽带 涉入了5家金融机构 2020年3月 上海法院正式宣告 华信能源 上海华信国际集团等公司加公司破产清算 华信系至此成为过往云烟 中植系搅弄风云29年 2024年 万亿中植系彻底羡慕 中植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等248家企业 将被合并破产清算 宜华系 庞大的宜华系 近年颓势难晚 2020年 宜华集团爆雷 旗下债券相继违约 超300亿元债务压顶 宜华系上市公司宜华生活 已在2021年退市 S系依康也连续亏损多年 债务高企 面临多项退市风险 宜华系崩塌 留下巨额债务 多家金融机构踩雷 德龙系第一个躺平 早在2004年 就坍塌之解 还有一批企业陷入困境 有一批企业爆雷 经营陷入困境 如万象系 宝能系 富德系 中望系 新礼仪系等 比如宝能系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 近年出现严重财务问题 执行法院 为北京金融法院 公司存在超过70条 被执行人信息 总金额 于369亿元 同时 有多项限制消费 令和失信 被执行人记录 这表明 宝能投资集团 面临巨大的法律压力 可能引发更广泛的 经济波动 还有万象系 由浙商教父鲁冠球 一手打造的万象系 深陷信托违约困局 万象信托旗下 多支正信类 地产类信托产品 传出了停对本金 或展期的消息 违约逾期风险 给投资者带来的恐慌情绪 正不断蔓延 不完全统计 2023年以来 万象信托 还有多个房地产信托产品 因融资人 未能支付利息 而无法按期 向受益人 分配信托收益 目前 正常或基本正常经营的 有锦龙系 沙刚系 湘江系 凯德伦太系 君正系 太豪系等 精华系处于健康发展 和继续扩张期 美的系持续创新发展 富德系实现转位为安 太难了 发生越来越难 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 设置成了五元 感恩与感谢 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 发生不易 一元也是鼓励 真话不全说 这是知识分子的权利 假话全部说 这是知识分子的底线 请珍惜坚守底线的人 因为灵魂相近 所以才有共鸣 即使风沙漫天 也期待与您同行 当文章不能表达我的观点时 当我不能正常表达观点时 希望各位读者 仍能通过文章本身 找到有效 有用的信息 保持独立见解 和清醒认知